我是晉玉大學法律系的年級的欣怡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下說那個家園想像 我們未來我們自己做主 那其實就是選舉剛過 我們台灣新之永年就是都是 一直來都是大一制的一個民主制度 那其實神一世民主其實對大家 都是很熟悉但又很陌生 那剛剛我也聽到就是各位有說 想要了解神一世民主在台灣要怎麼操作 那有些人也就是也想來聽聽看 到底什麼才是神一世民主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才請到那個 神一姐來為我們講解 那就是她會用很簡單的方式 來帶大家就是來了解什麼叫神一世民主 那我們就是不要 我不要再太多時間就直接先交給我們神一姐佳華 大家好我叫佳華 那我的綽號比較神一一姐 我沒有什麼綽號我就叫佳華華 那可是我想我在跟大家分享之前 恐怕必須跟大家說明一下 之前大概的一些經歷 大家也會比較清楚說 我大概可能是因為什麼來講的以下的內容 那雖然說簡報上面寫說 我現在在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工作 可是其實它是我在318一系列散民運動之後 大概六七月才過來 那在這個之前我大概是呢 在05年就開始有機會接觸公民審議 那時候是在清補會的培立訓練做主持人 那後來大概在06年到1011的時候呢 就在一些學校裡面 那時候政府都會委託相關的公民審議的計畫 那我在那些計畫都做專任主 那大概在11、12年之後 審議這樣子的概念被運用在說 各個意見各個公共議題 或者是台灣層出不窮的世界運動裡面 必須去處理程序的問題 所以我會開始又接觸了環評評準 那但是呢在318的時候 因為有一群人開始在318的場外 進行了街頭的審議 所以審議民主就讓更多人被看到 其實它從06年就已經到台灣了 那我可能剛好參與那一波 所以在318之後就開始陸續 更多的團體會來詢問 這大概是我之前的一些經歷 那到底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在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會長交代 每一張出去演講都一定要工商服務一下 我也是需要工商服務一下 基本上它是大概在08年 因為野草莓之後呢 一群學者他們成立了組織 那基本上它會針對的事實質的議題 包括兩岸議題 社會民主憲政跟民主文化進行研究 那開始參與之後 我們有另外一組呢 開始是在推比較程序的部分 審議民主 但因為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我就跳過人過 那我到底今天要分享什麼呢 第一個恐怕 我還是會先從318的街頭審議開始談 談說在那個街頭我們怎麼做審議 那有哪些反省 那第二個部分呢 你就會回到說 其實在318之前 台灣從02年呢 就會開始進行公民審議 那我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哪些人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這一兩年 世界咖啡館就像蛋塔一樣到處在辦 那怎麼來開待世界咖啡館 還有當審議民主碰到公共政策的時候 它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那這樣的思考如何轉到體制內裡面 去面對環評拼正這樣子的場域 可是最後我想恐怕還是要回到說 那318之後呢 那因為明天 就是有些朋友在台中會進行公民憲政會議的草根論壇 那我會帶到一下 不過剛才有一些朋友有提到說 我剛才大概聽了整理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在台灣審議民主有沒有可能走出什麼樣的路 恐怕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先講的是過去是怎麼走的 那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我們想一想未來在體制內外 可以怎麼再繼續走下去 那第二個部分關於跟教育的這個部分 還有培力怎麼結合 我想恐怕等一下俊鴻會講的比我更多一些 那再來是說 比較抱歉的是我今天因為 因為中理啊 就剛才那個開場主持人跟我講說 不要講太困難 然後也不要講太多 所以我本來沒有要準備其他國家怎麼做 但等一下我會盡量帶到一些 那再來是剛才也有聽到在法國搞運動的朋友 那其實審議民主這件事情 跟運動社會運動 它maybe可以是連結也可以是對立 像比如說在318 還有就是說今天 應該是昨天剛被清場的香港 這個雨傘運動 或者是之前的戰中 其實我們也有過去幫忙 他們也有進行審議 但它是什麼樣的關係 我等一下會盡量的看可不可以提到 那最後有一位功能老師提到說 主持技巧的部分 這個我就比較抱歉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在做培力 主持的部分我就會講的沒有那麼多 不過其實主持人也就是basertate是很關鍵的 包括我們在講聽證會的時候 我等一下也會稍稍微的帶到 主持人的角色跟功能 其實非常重要 好 因為我要講318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就掉了一張地圖 這是異常 那學生從這邊打破門重進來 所以這邊是青島 這邊是濟南 這邊就是蔡教授他們長期一直佔領的地方 好 那但是我為什麼秀出這張圖呢 是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那時候在這個場上 其實有很多的討論跟審議 我想大長花 我等一下會先講 大長花 建民解放區 那為什麼還有濟南四壽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等一下會講一下 還有親子共學區 廣場小對話 人民民主陣線的論壇 加上 我們之後公民憲政會議 還有在那時候那個當下 其實還有開放空間 街頭審議district 華爾街的首飾 那為什麼我秀出這張圖 其實我想要先讓大家知道的是 在318期間 其實在那個場有很多討論跟審議在進行 那每一種模式都有它的背景 那也有它的特色 相對的就有它的限制 這我可能恐怕先跟大家講 那像大長花 我可不可以稍微問一下 你有參加過或看過大長花的 可不可以舉個手一下 看過YouTube OK 所以大概大家知道說 它是一個罵幹的地方 對不對 而且恐怕就是 大家就是在上面 會是這個運動很大的一個出口 好 那 剛才找你說 我們是一個理性論變的地方 可是對我來講 其實感性跟情緒的部分 是很重要 因為恐怕那個情緒背後 都有一個想要做你對話的邏輯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 其實在那個大長花的論壇上面 雖然有時候罵到後面很好笑 就是他在幹什麼 他在幹這個運動 他跟男女朋友分手 等等 可是其實他在過程裡面有去談 在這個運動裡面性別的問題 決策內部民主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長花的論壇 如果去把它做論述的coding 就是大家在裡面的發言的分析的話 其實恐怕會有很多有趣的部分 那建民解放區又是什麼呢 建民解放區在台灣 他們大概比較多是像在做國道收費員 就是比較多倡議勞工這邊的朋友 他們其實會覺得一直以來 他們進不去運動的決勝小圈圈 所以他們自己拉了一個場域 然後他們就覺得自稱自己是建民 可是我也在問一下 你有去聽過建民解放區的朋友 可不可以舉個手 好 就比較少 其實我一開始我有去聽 其實他的知識密度是很高的 我要講就是說 雖然他們宣稱建民 可是因為大概在那邊主hold 就是在帶討論的人 大概都是台大醫學院啊 或是社會系的學生 所以他們其實在講的東西 不是那麼的簡單 但是恐怕他們那邊也導引出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他們會去反省 為什麼現場要拉一個醫療通道 應該說不是要反省 他會指出很多這樣類似的問題 oh sorry 那在建民解放區之外 有井南四壽 井南四壽是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會把318運動稱為學運 可是其實整個運動 對我來講我都不會說是學運 它其實是公民團體啊 台灣公民社會的運動 那就有一群人一直在這邊supporting 就是在支持的NGO 其實他們也會對運動怎麼進行 有很多想法 然後甚至是不管是技術面 或是整個大的戰略面 所以他們也會定期的討論 那另外我覺得 金子共學區更有趣 金子共學區其實是 大概有20個以上的家戶的爸爸媽媽 帶著小朋友在那邊紮營 那他們除了爸爸媽媽有些要去上班之外 其實他們就是要在20幾天都住在那邊 然後他們也會透過跟金子 跟他的小朋友討論 跟他們一起去思考說整個運動的意義 還有他們在那個場上的手機的所聞 那廣場小對話又是什麼呢 廣場小對話其實是在324之後 有一群人他不知道324那一場 佔領行政院的行動到底是誰發起 然後他們很想要去某種程度的療傷 其實在那個過程裡面滿多人是被打到 像我知道的是後來還是有那種頸椎受傷 然後坐輪椅的大概六十幾個 最後一批在裡面被打 那就有一個台大博士班的社會所的博士班學生 他就開始主揪 然後大家在那邊去談說 當天你為什麼會到現場 然後你經歷了什麼樣的狀況 你面對國家的暴力 就是警察的震暴的時候 你當下的情形 然後也會去談說 主揪他們的人到底是怎麼在跟他們互動 那人民民主政縣呢 他其實就是 他其實是一個政黨 人民民主政縣有一些老前輩 他們大概在運動的一開始就在這邊抓引 然後每天都在持續的討論 因為他們的人員的流動 就是那個邊界其實是很固定的 所以他們大概就是一票人 持續的在那二十幾天 就很多民主的問題深入的在那邊討論 那接下來呢 這三組我就必須要說 他其實是同一群人 過去大概在十年 台灣這十年以來有參與過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神力民主的經驗 那開放空間跟Distreet跟華爾街手勢 都是有一些開會既定的操作程序 那我們把這些操作程序導入 那恐怕我們跟其他場次不一樣的是在於 因為過去我們比較多是受政府委託計畫 那我們非常需要的是把討論完的過程 留下紀錄而且要去有一定的結論產出 所以我們其實是把那樣的技術去思考說 過去可能是兩天五天磨合共識 如何讓它縮短在街頭一下子三四個小時可以操演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是把在過去的基礎之下 然後透過結構化的流程設計 在街頭的短時間內 因為人的流動力是存在的 怎麼樣在短期的時間內能夠聚焦或是離奇整點 那我也必須要老實說 在四個小時內要到磨合共識是困難的 這是我必須先講 那為什麼我一開始沒有先直接介紹我們在做什麼 而是展開這樣的地圖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是對我來講 至少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像技術操作者 我從來都不想要說 它有一個特定的模式 就叫公平審議 而且在那個場上實際上也不是這樣 在那個場上其實有很多的討論方式 這個是為什麼要先跟大家講 那接上來我就會 就我自己比較有多一些參與的 這兩個模式跟大家做介紹 這是我們在井南路上 那針對說大概三二四之後 整個運動有一個訴求 叫做要召開一個公民憲政會議 那為什麼有一個公民憲政會議 因為恐怕當時到街頭抗議的群眾 不只是反黑箱服貌 可能是整個覺得台灣的鬼州海撩撩 從頭到尾可能都要開始想要怎麼辦 那時候就有一個朋友 他在綠港工作 他就跟我說 他參與過類似華爾街的手勢 那我看到有學弟在比 有建軍在比 我想說 因為我很怕我講得很無聊 因為我速度很快 我有五十幾張簡報 但是我還是想要停下來 跟大家玩一下 就是說 其實這個手勢 他的想像當初是 因為佔領華爾街的時候 他可能上萬人 然後他一起討論 不可能讓每個人都講到話 所以他透過手勢 讓大家可以表達意見 那你會看到他有三組 三組的手勢 一組是表達感受 一個是跟程序有關 另外一個是你要提出意見的時候 你要怎麼比 那我們可以簡單比一下 如果你要表達感受 而該發言的那個人 當下他講的你是贊成的話 他第一個手勢是這樣子 哎 手可以借我一下嗎 好 謝謝 好 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聽的時候是反對 你意見跟他不一樣的時候 是這樣子 對 那有看到這個嗎 這個是你聽完之後 你不確定你自己的態度 可是你聽得懂的 比較疑慌 然後是這樣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你聽完之後 你強烈反對 意見強烈反對 那通常那時候 在華爾街的時候呢 他的主持人 特別要處理這個姿勢 為什麼 因為他要知道他背後反對的理由 好 那第二個呢 是調整人 像因為我想要趕好 50張簡報 但是過程中等一下 如果覺得我講得太快 那你們需要我放慢一點的話 可以比這個手勢要快 好嗎 這個手勢 那像現在 因為我們沒有用麥克風 太小聲的時候 在街頭的時候也會發聲 所以請你大聲一點 那再來呢 這個我想你們很熟悉 好 你就這個人已經在鬼打牆 然後不斷的重複 所以就是比這個知識 超級差 加快 那整個程序裡面很友善的是 你還可以調整程序 但是調整程序的原則是要 為了讓整個討論更聚焦 然後更有效益 所以你看 提出說程序上的 就是他C肯要怎麼做 那最後是提出意見 他的提出意見呢 這樣子兩支呢 就是要針對剛才那個人的話做回應 可是如果是一支的話 是一個新的想法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就是我聽的時候有點confused 就是那個人的發言內容讓我聽不懂 跟這個不一樣 這個是那個人的發言內容我聽得懂 但是我沒有辦法當下有一個 這個態度跟立場 那最後是 這個是P P Posal Plan 就是我聽完之後 我有一個具體的想法或行動 那這其實看起來好像 有點複雜 其實不會 我們當時在街頭 訂了傳單 那其實我也有看到 我沒有不進 其實我也會害怕 就是整個被插滿那個台灣國際的 對啦 然後我也在想說 阿赫 他會領我們嗎 然後還有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夭西 我也想說夭西也來 阿赫 好 王毅凱也來 阿赫 知道會領我們嗎 我對他們都很敬重 我只是覺得他們會照我們的遊戲規則嘛 可是就有趣囉 因為整個場都是在那個遊戲規則裡面 所以他們也照著這個遊戲規則來進行 然後你會看到說像強烈反對 或者是說提案還有程序 他其實都是在一個民主原則裡面非常重要的 很多時候民間為什麼會抗議政府 通常都是因為先期決策 還有議程設定 是不是可以跟政府一起 那再來是說 比一個大叉叉 通常跟你意見不一樣的時候 縱使你最後沒有去follow他的方案 可是你又沒有在你原本的方案解決他提出的抗政問題 所以你看這好像是一個簡單的手勢 可是這些手勢背後都有一些關於民主的想像跟原則在裡頭 那這其實是我們當初在現場 大概是完全體討論的時候被操作的方式 那我就說過每種模式有他的特色就有他的限制 這個模式恐怕不會有辦法讓每個人都可以發言 可是在場的人都會知道現在經過了哪些程序 每一個環節就是他的特色 那我們另外一個呢 大家會看到是一組一組的小圈圈在立法院的外頭 這是在議場內 人民議會審監督條例 其實我們當初從3月26號一開始就在街頭 一直審到3月底或4月初 那就是3月30號那一天 針對民間版跟正月版的監督條例 在場外 青島動路場內 一場內 還有晚上整個緊來在做審議 那我先講一下比較感性的 我從做審議到現在我從沒有想像過說 人們會怕在地上 然後像第一章喔 青島動路 我當大廠主持人的時候 我其實不是在做程序 我是每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停 請大家喝水 然後去拜託志工幫我運水 請大家記得要開傘 我要講的是說 就是你看到人們為了這個議題 然後坐在那邊討論 就是你看到街頭的人們 不是只是腦沖雪喔 然後衝出來 他坐在那邊吹風淋雨 背後一定有一些思考跟想像 從靜坐 從過夜 從聽短講 最後再一起討論 我可能還沒有辦法今天介紹的是 我們到了離開這個場的前兩天 大家就一起討論用手勢的會議 然後討論完之後 在舞台的後方讓志工登記 說你未來要不要再join這個運動 大概有三百多個人 我要離開的時候 已經填了三百多個人 還有在填說我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跟你要起行動 所以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當初在街頭 審議它並不是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你看到是人們在那個街頭 跟民主的進化 那我這邊要帶到的就是說 你看到我們這樣的操作 很多人都沒有去看到 比如說我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特別去找部落的年輕人 他們自己也來談 因為通常我過去的經驗 包括在處理花東條例的時候 我面對原住民 怎麼一起討論 就本身就很困難 那最困難的是說 我們怎麼歸內原住民的議題 他是到底要join在每一個議題裡面 還是他自己拉開一組 這是一個程序的想像 可是差很大 像對原住民朋友而言 他們每一組 甚至每一個部落 有不同的討論文化 那再者是說 當他進入到每一個議題面向的時候 他的聲音就被稀釋掉 可是當他又把原住民的議題 自己拉開一個小圈圈panel 談的時候 他又沒有辦法跟其他的人做對話 所以其實找他們來 我們也跟他們討論很久 那我們的操作原則就是 我們會跟他們一起討論 立幣分析 最後由他們自己決定 到底是你們要join在每一組 還是說 好你要自己一組 那我想要講的是 這其實背後也是一個溝通的過程 我們一起跟你討論說 可能有什麼樣的可能 那最後這個決定權 讓你自己做主 那這也是在議場內的神秘喔 每一組講完之後呢 每一組討論完之後做分享 那分享之後是 這個我就必須要感看一下 我先講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政府犯世界大悲觀 或是他自己犯的公聽會或審議 會做到這樣子喔 我們最後有把所有的海報整理進去 每一場內都有 然後從每一組的海報內容去做coding 就是做論述分析之後完成一份意見書 每一組點進去幾月幾號 然後也是早上的或下午場或晚上 點進去都看得到 那我也必須要說以前做十年的公平審議 通常結論不會被媒體這樣子刊登出來 那這一次同樣的就是整個人民議會的權盟都進去 那之後呢 游辦也找了民間團體 跟這邊我記得做個海基會啊 海蟹啊 路爾會等等 國貿局等等的人 那我當天印象非常的深刻 像國昌他們或是彥徒 蘇彥徒他們去講民間版的問題 他們其實會跟對方在戰那個兩國論 就是說民間版到底有沒有置入兩國論的問題 可是當我在報告民間審議的結論的時候 我不知道對方是敷衍我的 還是真的對行政民主的想像是薄弱的 他們會說好 我們會回去思考 怎麼樣把公民審議帶入到 不管是對外簽訂經貿條約的過程裡面的公民參與或政策評估裡面 可是他不會直接去攻擊你 像在那一天他們會直接跟國昌跟彥徒他們在那邊站條文 可是當你把公民程序的結論這樣擺出來之後 是經過什麼步驟然後怎麼做 他們會告訴我的是說 我們過去沒有這樣的操作 那未來可以想像 可是其實當下我一聽 其實我是又開心又害怕 為什麼又開心又害怕 那在318之後呢 那在318之後呢 其實我不確定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一波在處理核四議題 那那時候呢 同樣的在核四的 反核廢核的Lunchio湯本 就是民間團體也找我們去做審議 那我們分成了四個帳篷 那天大概四五百人參加 然後也是80 我們其實找了80個志工 就是做主持還有紀錄 那當天其實對我來講很感動的是 大家在討論完之後 一群人坐在這邊在等說 到底結論是什麼 到底結論是什麼 那為什麼我說這兩張呢 我其實是想要說 做審議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要做得很細緻跟做得好 其實台下台上都有很多很複雜 除了意識的問題 還有很多行政程序 這張是什麼 這張是一張凱道的繪製圖 我們要思考怎麼把在場上的人們做 就是做擺放歸類 還有一個適合討論的環境 那另外這個是一個操作的系列 主持人要怎麼做 怎麼分組 然後stay by stay的步驟 所以我必須要說主持人 他如果真的要能夠聚焦 包括上天證會不是傾聽名義或是廣納 是要釐清真點的時候 主持人其實要不斷的有一些模擬跟演練跟思考 還有歸納的能力 那這個步驟我覺得 不要說公民生意 包括在政策場域裡面 都很少有這樣的訓練跟思考 那同樣的我們有一份和四的意見書 那也是每組進去都看得到像是有影片 那最後也是這個公民建書 我覺得這兩波下來 你會看到說媒體會樂於去把它做一個開燈 然後也是開了一場記者會讓這個聲音出去 可是這是在318期間 在318之後其實我們的團隊 團隊有哪些人呢 我講會介紹 我們開了一次會 我們都會說其實在318對我們來講是在戰地醫院 就是送進了什麼東西 你在短時間內就要處理好 可是以前我們其實像在是一個溫室裡面 我們可能做一個政策的眼裡的審議會花半年到一年 那我接下來其實是要講到底怎麼做 那會說到底是有哪些人在做 那為什麼後來會有一個世界咖啡館 那我們該怎麼思考審議民主跟公共政策的關係 那另外把這樣子的想法導入到環平平正 那它該又是什麼樣 那我自己目前有哪些反省 其實基本上公民審議在台灣大概是2002年進來 那時候其實在處理什麼 二代健保 那時候的衛生署署長覺得民調已經做到爛了 民調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唸 不管是公刑社會或統計相關 量化的特別有一些封閉性議題的設定 有它一定的限制 那那時候其實已經做到一個瓶頸 那剛好就學界有扣了一群人 那它不同的網絡都有接觸到 不同國家的審議民主的操作技術 那大概是這邊有一片 台大社會系以前事情行管 現在大概在台大政治政大 這群人大概是過去這幾年 比較多政府會委託做公民審議 那還有一群人呢是社區大學 那還有一群是什麼時候 是大概就像我也是在05年的時候 曾立軍當立委 應該是說當議會主委的時候做個陪例 那那時候在訓練我們就這兩個 他現在是中山大學的教務長 他叫Monkey 欸劉夢奇不是Monkey 對不起我們都叫他Monkey 那另外一個他那就是周銘 他們那時候是怎麼訓練我們的 超級沒人性 因為我們是一組team 每一組都會有主持人記錄 其實對我來講主持就應該要做到這樣 有人做主持有人會寫打字 然後跟大家確認 我們每一次都是團進團出 他會考我們的流程 就是說當你要主持的時候 你可以不會背出三個小時裡面 你要做哪些事情怎麼完成 只要有一個人背錯 然後你們這一組人在重背 然後再回來 那時候是真的在毒害我們 那有利有弊啦 大概現在在台灣 比較多對我來講 有相關技術的大概就是在這個網絡裡面 好 那到底什麼是審議民主 這些人在做什麼 有念社會學的可能會講阿波瑪斯 政治學的會說Fishkin 政治哲學家講什麼 那我們來聽一個05年參加過台南縣 縣長的一個審議民主的辯論 一個種薩亞玉璃的果農 他怎麼講 好 不好意思我台語操臉 但是他是用台語講的 他說什麼咧 他說是找大家最會參加 聽大家的意見 民主社會大家的意見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找大家的意見不一樣的 他會參加參加 對不起喔 那另外一個社區規劃師他也參與 他說 我看審議主很強調理性 還要投資面資料 他覺得這個我就不講了 每一台大概轉進去會聽到什麼 你們應該很清楚喔 那整個討論是不是要朝解決問題的方向 像剛才有些人講到辯論 或是中理有提到 辯論其實有一個輸贏 可是其實我們在審議的過程 其實是想要說大家如何去解決問題 那我不是故意要上英文課 正義的英文怎麼講 justice 那前面字熟是什麼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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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翻譯 什麼 什麼 大聲一點 什麼 多多好 多多阿赫 這是埋藏好的安裝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 神意思就是要找到那個多多阿赫 大家都可以共同一起走下去的一個可別 他可能是價值可能是原則可能是政策 所以你看喔 國農就告訴我們公民審議 或者是審議這檔市 他可能強調民主 強調差異多元 整個理性 或是也有一些情緒感性 還有殘雄跟解決的問題 蛤你已經跟我比這個了 講不到四分之一 我會給他蓋一下 大家看一下 060年的台灣真的是 什麼議題都在審議 那我就不贅述了 看一下這麼多議題 可是我自己初步有一個翻譯 吳乃德他被政治學研究一段話 那我覺得過去公民審議對我來講 也有同樣的問題 我們操作的越來越細索繁琐 那高度的重複就是用很多新的 就是用很多個案去驗證新的數條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其實當初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些操作 你會看到的就是公民會議 公民會議一直在用同樣的模式 然後用不同的議題 然後檢案報告 因為檢案報告 可以講幾乎都是我在寫 同樣的格式不同的議題進去 然後只是要正成一些東西 對我來講 這就是公民審議跟學術結合中 某一個面向會有問題 可是對我來說 我在學術機構看到的是 當你有一定的資源 夠多的時間 政策過程中要鑲嵌審議這件事情 其實是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恐怕也是需要資源才能做 那為什麼我秀這一張呢 這也不是英文課 我只是要讓大家看 公民審議有 有這麼多技術 Sorry sorry 看到了 有這麼多技術 可是我標色紫色的模式 是台灣有操作過的 我們還有那麼多的操作技術 沒有操作過 那我想講的就是說 在國外 特別是丹麥 他們會去看 你是在政策的哪一個環節 你今天要處理的是 利害關係人 還是專家社群 還是技術官僚 還是把他們跟一般民眾丟在一起 不同的政策階段 還有不同的參與者 他其實會使用不同的模式 那我講一下 這是大概之前 如果政府委託單位 委託一個計畫團隊 學術單位過去比較多 現在出現很多被民間號稱 四大名長 比如說公演院 中經院 現在也來表這些案子 那我等一下會細講 他們恐怕要成立一個執行委員會 或是籌備會 那執行委員會最大的特色是 要求要有不同立場的人 不同社會位置的人 他們就程序來討論 所以他們其實是一個把關 跟提出建議 而不是做實質論辨 為什麼 因為它會影響到你之後 審議要有的議題架構 Bagenda setting 而這個恐怕就會影響 你會提出什麼樣的資料 然後設定什麼樣的議程 其實今天影響 不否認 就算你講公平審議 還是會有專家政治 跟技術官僚的存在 這些人怎麼進來 還有 你如果是要一個大規模的政策辯論 政策的思辨過程 神醫的過程 你可能會要求代表性 那公民進場的Pooling 就是把人找來的那些原則 抽樣的原則怎麼定 其實是需要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後來就是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再變成一個助理 做一個一個計劃 我後來自己出來 那可能會去做一些政府單位的一些諮詢 或者是去當他們的專家的時候 我都會建議在這個程序之前 在你政府標案之前 再有一個籌備會 那也是一個會前會 預備會議的概念 我們就來講清楚公民會議的目的 因為我必須要說 如果你是一場 關了五一次性的會議 你的求解範圍是有限的 也不可能處理完政策所有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大家摳起來講清楚 這一場會議我們到底可以處理到什麼程度 大家都同意 那大家也願意買單 我們再來喬 我們再來處理 接上來的審議的程序 那所以會通常會邀請民間團體 一間禮秀跟官方 來決定執行委員會 那我跳得比較快喔 我這邊會講就是說 如果我們剛才對審議民主的想像是 就是那樣子的話 那到底審議民主跟參與民主 是等於世界咖啡館嗎 對我來講其實是不等於 其實世界咖啡館是MIT那一組人 就是麻生民工 包括五項修煉Peter Sanchez 有念工學大概就知道了 做學習型組織的人 他們在95年的時候開始這樣子玩 那大概都是做業務高階經理人 那這樣子的操作比較適合什麼樣的人來討論 是有一群人有共同經驗 對於那個議題是熟悉的 可能在不同的位置上 像這群人是哪來的 他們是做什麼的呢 他們是很多縣市的河川巡守隊 然後加上他們的環保局對口 各縣市環保局對口 所以他們其實是事前對這個議題 就有很多很深的參與 然後在那個時間點聚在一起 可以有比較多的共同基礎下的討論 他恐怕非常不適合作為一般品種 進入政策參考的具體時間 可是當然如果你把它想像是一個賠例 然後是第一塊磚的話 我不會反對 但我必須還是要講 其實那幾場我在覺得我不能接受 什麼東西好了 我來我講一下 欸 這首歌喔 糟糕的咖啡可能 要大概六年級以上 會比較有感 六年級以上 我跟楊鍾琳就很有感覺 一部糟糕的咖啡怎麼講呢 就是說 我剛才有一幾部段在說 每一種操作模式就有它的限制 那咖啡館也是 但是 我們的幾個實際機關真的很愛辦 氣候變遷公民咖啡館 這個很像論文的題目來 我們列一次 台灣205年年 靈探及再生能源百分百可行性 及必要性全民冷潭公民咖啡館 然後 願景2020世界咖啡館 經濟博士會17年Work Cafe 這個我有被找去當桌長 我以為他會 他們找我們去桌長培訓 我嚇到 但在華樣飯店 然後我們進去桌菜 桌菜完之後 那時候講一話是內政部部長 也考慮了主委 然後就每個跟我們握手 然後握手完之後 拜拜 然後我們之後就要上場當主持人 然後我就想說 原來桌長培訓是可以這樣搞的 可以吃桌菜 然後就叫桌長培訓 板豆 對 板豆 一個板豆 對 對 就是 是這樣子在搞 然後對我來講 就是 越來越多的行政機關 它非公民參與 甚至是神秘組 它就是用世界咖啡館 其實科幣之前也用公民咖啡館嘛 然後就是說 作為這個政策的討論過程 然後對我來講 其實它有很大的危機是 你是行事上的進行 回避公民參與的實質功能 甚至你可以在背後強化 找有定件的政策方向或活動內容 那部分的行政機關對我來說 像環保署 它其實對世界咖啡館 有一定的熟悉跟了解 那其實它那個怎麼糾團 它的桌長其實就是 老鼠會的模式 然後動員 團體長夭 它有一個活動效果 可是其實你行政機關做咖啡館 你根本不必擔心要進一步 針對政策研明 可是幸福 因為它出來的東西是非常fragment 是非常破碎的 但我還是要再講一下 我不是反對WordCafe 而是說WordCafe要怎麼使用 那恐怕作為政策 那你要去回應 它有很大的困難 那我接下來就是延續講說 我覺得越來越多 公民參與審議呢 公研院要辦 中經院要辦 它的政策綱領也要透過這個模式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他們都去標案 而且標案有很多 那我的經費都很大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實像公研院或是一些機關 他們的管理費會收到三四成 那對我來講其實非常的不ok 因為基本上他們是理工科腦袋 比較多的人 要做這種會議技術鑲嵌在政策過程中 我覺得非常危險 那後來連中鋼 連中鋼他們也會來找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我參加環保署的公聽會或說明會 怎麼讓我跟我要溝通的對象 越來越對立而已 所以他們也來問說 那我到底可以怎麼辦一個公聽會或說明會 那像這個其實是前幾天 環保團體 針對現在的全國能源會議 然後罵他說 這是貼農國能源會議 然後 已經set好你要的立場 那為什麼 其實你點進去看這個網站 做得知好 我們公明現在會議都做不到這樣 這不知道花多少錢做 然後看起來也有一些程序 問題是 專家怎麼來的 一層怎麼設定的 人怎麼挑選的 不清不愚昧 每一個環節怎麼對應每一個環節 也不知道 你唱做得很好 所以我必須要說 他其實在形式上 他以為跟你說我們有代表性 可是對我來講 公共政策現在最大的問題 不是你實事的代表性 其實代表性要操作沒有那麼困難 而是他的政策包容 本來一直進不去的聲音 跟你不一樣的聲音 你到底怎麼處理 那我最後講幾個 我自己覺得很感動的案例 台灣大後 大概辦了上百場以上的生意 但是真正一場政策的沒有幾場 一場是在 其實有兩場都在宜蘭 那他其實要討論什麼 很簡單 雙上分隔島邊 單上分隔島要不要 好 那 我們那時候其實是組了一群高中生 然後在羅東陣就化開來 大家去沿接所有這樣的聲音 那對我來講 這一個討論最重要的其實是 有一個key person 他的上一代是 藍的這邊的議長 然後他回來可能更綠的比較好 但是他的想法比較要進步 所以呢 他會帶著我們村裡去拜訪 那我可以講的執行委員會 我們也讓兩黨的政治人物進來 所以後來他們在宜蘭就比較有這樣子的概念 開始有不同的公共議題 他就會想說我是不是可以這樣操作 那像 這是一個政策環評 環評有兩種跟此次一樣 有個案環評也有政策環評 我們也去幫他做這一場 其實要不要做這一場 背後有很多的故事跟生長 但今天我不是要講 但我還是要講的是 我跟志斌 志斌是全書會的秘書長 我們那時候就 對 楊志斌我們就搭檔主持 每天上來之後 我的背都要貼天 想要趴 我要講的就是說 主持人在過程裡面 怎麼記錄 怎麼跟大家確認 釐清真點這件事情 一天下來其實是非常的累 我們大概花了 那一場花了四天在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前面我們做什麼 找不同立場的人來 不同背景的人來 成立執行委員會 開了這些會議 那對我來講 其實背後台面上公民審議是一個 台面上我們要如何讓環保團體 願意跟環保署一起join 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氣 那我這邊也想要再介紹一家 觀察家生態度文龍斯 我為什麼想介紹他們是 因為我前陣子也才到台中一家都寄很大 然後他問我說 可是我在這個結構裡面 基本上上游已經都setting好了 到我這邊我就是要做故事 計畫變更 那我到底可以做什麼 在那個結構裡面我還可以做什麼 觀察家 他其實是出沒在很多環體 然後渡計等等 他們怎麼做 這個我就挑回藍鬼了 他因為是工程背景 他知道每一個工程的環節 某一個點 是一個很必要的節點的時候 他會做一個生態檢核表 而在那個生態檢核表 每一個時間點他會找村民 大家有沒有看 可能太少了 所以每不同的NGO 我們來 我們來一起討論跟參與 看說這個階段的工程 可不可以 OK 我們再進入下一個階段 文長就是說 其實在社會的每一個環節 就算你在結構裡面 恐怕還是有些槓桿操作的空間 而觀察家他本身 因為對生態工程環境很了解 這些每每個工程到某一個階段 可能哪一個階段的驗收等等 是需要更多人監督跟參與他知道 所以他把整個流程 這其實是在水庫的監督上面 做出一套生態檢核 然後讓居民參加 那這一套本來是在石門 現在也用到南化水庫這邊 那我也必須要說 他也知道他面對的是水利署 跟水庫有關 那可是其實政策會對應到不同的環節 他就會讓村民或是居民知道說 接下來哪一個部分你可以找哪些單位 那我就會快一點講 像這個台中未來有那麼多 看了頭很痛對不對 不一定好或不好 我先不講 先不做價值探討 有這麼多場 那我們怎麼辦 如果真的要辦聽證 我想要講的是說 我非常care的是 有沒有獨立的第三方主持人 他不要是行政機關首長 因為通常行政機關首長都怎麼開會 好好講 然後謝謝大家 我會把意見帶回去好好的參考 大概都是這樣 很大氣 可是到底辦事情有沒有 沒有一個效果 那我想要講說 行政程序法沒有明文規定可辦理 行政聽證是不是就代表不能辦理 那對我來說 很多時候不是依法行政 有時候是行政管息跟漏息的問題 那對我來說呢 還有一點事實調查才是基本的要求 那如何保障當事人的權利才是重點 現在不管是不是行政機關 或是一些民間團體或自救會 他們恐怕都太care 108條行政程序裡面規定的效率問題 其實如果你只care效率 然後你只說要辦聽證 我很害怕聽證 最後很浮誇的辦 變得像公聽會一樣說明會一樣 辦得沒有效果 這跟政黨無關 現在台南市的飛燕新春 他們剛放了我第一次聽證 也是被攻擊說辦得跟公聽會一樣 所以我覺得回過頭大家其實要搞清楚 國道的聽證會主持人 預先設定 預備聽證怎麼做 厘清真點要經過哪些程序 可能才是關鍵 好 那我就要結語了 這是一群人齁 在台大 他們叫做大清新綠色土集隊 他們通常在幹嘛 他們會去把學校的一個花圃挖掉 然後種菜 然後隔天偷偷的做 偷偷的做 所以叫遊集隊 然後隔天觀察 校方會有什麼反應 同學會有什麼反應 會不會有人把菜帶回家 然後校方會不會又把他們挖掉 之後再把花圃再蓋回去 然後他們就會再早一天 把他們挖起來 在中菜回去 好 那她是她那群人幹嘛呢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蔡家對台大很有影響 這有一個法律館叫做林哲館 然後那時候 10年或11年吧 我這個學妹她去做了一場院景工作房 我今天沒有介紹模式 就是大家來審議 結果她去參加校方的行政決策會議 就覺得阿赫很無奈 就是這樣公平審議之後她不理她 她最後問一些問題 其實我當下也沒有辦法回答她 她說如果這樣子審議完之後 整個過程是不是會壞在最後的階段 就是說政府不理你 而是決策者不理你 那會不會讓參與的人感到失望 那審議主或是任何形式的參與 到最後是不是都必然要面對這種情況 到底我們審議完之後 跟政策連結那個斷列怎麼辦 我再補充一下 在丹麥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我的指導教授其實還在寫樂文 他去國際上發表審議民主 然後就說 我們其實都還要處理政府買不買單的問題 結果他說丹麥的學者給他三個英文字 Am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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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來講 欸 這不是應該要做的嗎 甚至有些國家也不制度化 所以為什麼我們還是繼續做 因為我們看到這些 這是我另外一個成大中文系 中文所作弊的學生 那時候其實他是參加台南上一屆 不是民進黨的天才跟賴神的一個政策審議 然後他看到說 看完之後他沒有想過他在晚餐時間 會跟學生討論政治 因為他念中文 然後他說 他看到各個民間團體 可以為一個議題發生 然後去講 他覺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然後他也說 也許緩慢可是前進 就是對一個年輕人 台灣徒生同長 念中文系的年紀 他沒有想過 原來我們可以這樣討論的事情 那我也看到一些朋友 因為我們審議都要公開 然後有那種像 來拍攝的夥伴 他會說他每次看完都看到 國家進步的力量 然後我們也有辦一次 2010年跟公事合作審議 關於合費場 避放合費的問題 這是一個花蓮的環保團體 女性很有名 他說他私底下 他講的時候 我在旁邊聽 他跟我講 特別跑來跟我講的時候 我聽到了哭 他說如果這樣的會議辦100次 大家都同意有何 我也不會有意見 因為從來他沒有辦法 跟台電這樣好好的談事情 然後正是一個做 呃 陳大也是做生態調查 生態系組的學妹 他說我在想 有些做科學的人好像很有名思 很不喜歡接觸審議民主 那他自己參與之後 他其實很樂觀 而且這是他過去沒有的經驗 那甚至 你們還記得 台南高中 台南女中脫褲事件嗎 那他也會去想說 到底這個只是一個行動 還是大家覺得好玩 那他們在他們學校的生活會議 也把公民審議帶進去 好 那他就發現 開始面對之後 校規改變了 然後大家在發表意見的同時 能互相尊重與進步去協調 那他覺得這種感覺很棒 這個都是他們當初 我們在通信的時候 我把它揭露下來的 那我也想要跟大家說 請相信台灣年輕人 甚至小朋友 可以用這樣的模式進行公共政策的討論 台上網有在做這樣的事情 和平高中也有做這樣的事情 甚至台三線 斗六湖北小朋友也是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接公投跟專家的協力進場 這個是在莫拉克之後 這邊跟原住民 原住民裡面其實有分大聯盟跟小聯盟 這個故事我今天又不再講 然後他們想要避免921民間團體 互相搶資源的問題 想說莫拉克之後可以怎麼做 然後這個是在淡水社區大學 這個阿伯他以前不是淡水人 他參加完之後 他突然第五天要結束的時候舉手 他就說 不是 不是要 不是要擺盤吧 你不要跟我說 你討論了五天 這些結論你又不要 那他居然是舉手說 他覺得他很害眼 他在淡水沒有這樣想過淡水的事情 就是淡水檢驗進來之後的影響 然後他說他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結論去做引力複製 然後挨家挨戶的送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如果說真的要玩世界咖啡館 我還比較欣賞銀建署 雖然後來出了一個署長是那樣 但是銀建署他們玩過世界咖啡館 他就知道世界咖啡館有什麼問題 這也是一票原住民 他說原來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程序 跟國家共北 進行這樣子的討論 我們那時候也是用世界咖啡館 可是我必須要說 我們在帶世界咖啡館 跟環保署很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 本來來參加的那個三長 其中一個秘書長 跟我們一開始還說 還跟我們抱怨說 禮拜六日你叫我們的同仁來這邊培訓 可是他參加完之後 他覺得這樣的培訓 怎麼可以只有這幾個人習得很可惜 希望以後讓所有的同仁來理解 然後楊明山國家公園金門的 這邊附作秘書也告訴我們說 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們才發現說過去的行政系統 關於有在思考問題有多麼僵化 那我剛才講的都是 的確現實操作上有很多的困境跟困難 可是在裡面你看到這個國家很緩慢 可是那個根是扎得很深的進步影響 那其實他對政策有一些 可是今天時間不夠 我不會講太多 可是我接下來想要處理的是 這一票年輕人 可能更多上百個 在台灣 他其實是很早就有這樣公民審議的技術 可是在台灣沒有這樣的系統 讓這群人 現在大概只剷我的吧 裡面這些人都 力爭上游去上游社會 或者是說去其他地方工作 那對我而言 怎麼讓這群人可以有機會 把他們過去知道的公民審議的技術 在這個社會中繼續參與 是我比較 我覺得下一個階段 我很care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 肅然請盡 如果一個體性聲稱自己是民主體制 但是他對成員的訴求沒有認真回應 那麼抗議是有正當性的 他說哪怕是暴力的抗議 那個抗議震盪性的多寡 就跟這個體性麻木不仁的程度成正比 這個是在一個學術領導規 然後當時異常那些學生就把他拉出來 那我覺得318之後 每一個政黨 每一個政治人物都在喊公民審議 可是我真的非常害怕 他們是躲在這個程序的背後 因為為什麼 因為恐怕到底公民審議 不要說公民審議 環評 拼政 到底該怎麼操作 細部的操作怎麼做 我都懷疑他們知不知道 中華民國政府 其實只有在9495年法務部 辦過兩個批次的聽證主持的培訓 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話而言之 其實行政系統裡面 對聽證知道怎麼操作的 是少數 恐怕還非常少數 那 所以318之後 其實 政黨 政治人物在這樣 民間團裡在做什麼 他們在想的是 公民憲政會議 當初的訴求 怎麼透過草根論壇 進一步 有更多 有下額上的聲音 那 因為我的時間已經差不多 我想說這個部分 或許俊宏等一下 可以講更多 你沒有辦法講嗎 好 這是318訴求我就不講了 可是我必須要說的是 其實這個訴求出來之後 那時候的執政黨是說 我要開一個經貿國事會議 那經貿國事會開的時候 又被罵得半死 那現在呢 憲改變成各個政黨在提的 可是過去七次修憲 其實公民參與這件事情 在台灣社會過去修憲的過程裡面 是很少 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試圖在做一件什麼事情 除了公民團體之外 你如何讓更多台灣人民 進入到修憲的空間 那你的憲改不一定是修憲法 或甚至說所謂的憲法等 包括很多的政治改革 那或者政策方向應該怎麼操作 所以其實這是整個公民憲政會議 它要去做的 那第一步就是從草根由下而上的操作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樣的機制 在未來的修憲過程 它應該必須被制度化 程序的保障 那另外也有一個思考 最好是說 如果透過整個過程 台灣社會的確可以把過去一直引來 沒有好好思考的問題 其實這不是只有在政府 幫過民間團體 也要面對這樣子的挑戰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透過一段可能不能太快的時間 把一些問題好好的在思考跟釐清 恐怕對台灣未來社會都是更好的 好 那 因為今天時間真的有 今天我以前講神醫 大概需要二到三個小時 把國外講一遍 然後把政府政策到底 行政機關 民間團體 現在的顧問公司 他們大概會有哪些一體兩面的問題 講一次 但是我今天大概恐怕只能說 318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在318之前 大概十年的基礎是什麼 那未來現在公民團體在怎麼做 好 那這大概是我剛才分享的內容 還是要告訴大家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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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